与病魔苦斗三十年 李庸和现在是一家贸易公司的代表 从童年开始 他就一直在与病魔斗争 上小学的时候 不知什么原因起的寻麻疹 就是其痛苦的开始 难以忍受的骚痒 使他抓遍全身 而且抓痕会严重肿胀起来 他的父母想尽一切办法 为他买药 但症状并没有好转 相反 药物的副作用损坏了他的器官 包括他的胃 他还有肝炎症 偏头痛 胃肠疾病 食管炎 过敏性结肠炎 头晕 痴疮 失眠等疾病 到了三十多岁 皮疹逐渐消退的时候 李庸和做了一次痔疮手术 又因鼻鼓偏斜 导致呼吸困难 做了另一次手术 他的类似于风湿病的毛病 使他的手 脚和身体 都不能忍受最轻微的冷风 或沾一点点凉水 极度的疼痛 令他难以忍受 有段时间 他因为心跳过速去医院治疗 后来又检查出肾上腺 长了一个肿瘤 他不得不切除了一个肾上腺 2003年5月 李庸和和家人在公园散步时 发现长凳上放着一本小册子 名为真正的健康之路 内容是法轮功学员们写的修炼故事 健康这个词引起了他的注意 李庸和把小册子带回家 心想这或许是自己的一线希望 他按照小册子后面的联系方式打了电话 找到了学练法轮功功法的练功点 听着练功音乐 觉得非常优美动听 看着练功的学员都很善良 他相信小册子里讲的故事 一定不是假的 就这样 李庸和在家附近练功点 学了练功动作 并开始阅读转法轮 几天后 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那是他生平第一次体会到 没有疼痛的感觉 他说 怎么也没有想到 有这样的奇迹 后来才知道 有很多比他病得还重的人 修炼法轮功后都好了 林义琪的故事 台湾青年林义琪 从小学习跆拳道 喜爱排球 是个正直爽朗的阳光少年 上初中二年级时 却换上了解体 频繁地整理抽屉 书本摆放 误求严整 还得久经消毒 明知这样不妥 却身不由己 为此 他一度求助于心理咨询 升上高中后 校园分为再次挑动 意气的敏感神经 失去学习动力的他 苦撑了半年 最后决定休学 经过一番沉淀与调试 转到其他校 原以为可以好好 从心开始 未料压力再度来袭 让他身心俱疲 度日如年 在校的日子 他无法表达内心的感受 无法和同学互动 甚至无法起身买饭 打水 只能整天待在座位上 他感受到自己的内心 正被痛苦慢慢地吞噬 心急如焚的母亲 带着他到处求医问诊 最后诊断 他得了强迫症 一起二度休学在家 他度过了整整两个月 没洗澡 没刷牙 出不了门的日子 那时 他每天睡在客厅地板上 三餐只能仰赖父母提供帮助 生病期间 一起觉得心神不安 浑身紧绷 自己的意识 好像被抽离了肉体 再也管不了自己的家 所见所闻所思 竟是无助和失落 2021年10月底 母亲公司的一个同事阿姨 得知一起的状况 专程去一起家里拜访 并把法轮大法书籍 转法轮送给他读 开始的时候 一起还以为他是给他传教的 心里有些抵触 但经这位阿姨耐心地陪读与指导 一起态度转变了 他从内心认识到了转法轮是宝书 每当心情不好时候 便拿出来读 预读心里越敞亮 2022新年过后 一起参加了法轮功九天学习班 一起说 曾经他明显感受到 有种物质 让他怕的物质 在体内影响着他 干扰着他 现在这种物质 越来越弱了 修炼几个月后 一起逐渐可以洗澡了 从一星期洗一次 两三天洗一次 到每天洗澡 原先每次洗澡得一小时 甚至二到四小时以上 现在他沐浴时间 只需半个钟头 困扰一期多时的强迫症 也随着学法练功的深入 变轻变好 负面的情绪逐渐地退去 学法不到两个月的一期 就可以正常出门了 而且他感觉通体舒畅 一身轻盈 恢复了健康的一期说 他非常感谢周围人 对他的照顾和帮助 更感恩有幸得到法轮大法 走入修炼 在他今后的成长中 他会努力进去 而成为一个利他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